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现台湾新世界 古名草鞋墩的草屯 历史上就是个重要的交通要道 商人们贪恋这里的风光 在此地停留歇息 更换踏破千里路的草鞋 而听说 在这里有个美丽人生 首先看到的梅 就是拥有芬芳香味 精致美丽的玫瑰手工香皂 现在蚊子手上这个 就是做玫瑰花手工香皂 很重要的工具 但是这个香皂要怎么做呢 跟观众朋友讲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本身就是外行啊 所以这时候就要问达人了嘛 姐姐 像这个手工香皂要怎么做啊 来姐姐教你们怎么做 好啊 因为你只给我一个膜 我又不会 这个膜叫细胶膜 细胶膜 我们现在要把 皂鸡 皂鸡原本来是长条形的 我们要把它切块 这么大一个哦 要把它切块切成丁 比较快溶结 可以省时间对不对 其实它这边有一个 好像是热水的东西对不对 所以要准备一个热水这样 一盆热水 一盆热水 所以像这个观众朋友在家里可以 这是自己做完对不对 可以啊 这是最简便钱的 好方便哦 所以妈妈可以在家 我们学起来去买这个 就可以给小朋友自己B.I.Y. 对 所以要加多少 这个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膜 你要做几个你就倒一些 一个膜的话是80克 80克 哇它很可爱 它是爱心的耶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做爱心了对不对 对对 真可爱 然后我们就放下去溶解 哦 它不是直接倒进去哦 没有 隔水溶解 它是要隔水的耶 对 我刚才以为你是要把它倒进去溶解的 没有 不行 等一下要放一朵花 主题 对 底色要透明的 上面要配颜色 让它有层次感 所以它不是像我只是看到 等红色就是一朵这样 没有 它还有颜色的哦 对 算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 没有 连这个香蕉都可以把它配色耶 对啊 这样小孩子比较喜欢啊 哦 B.I.Y.的时候 对对 手工香皂在制作上其实相当简单 只要将皂机隔水加热溶解之后 加入自己喜欢的香精或者是颜色 搅拌均匀倒入模子里面 等它冷却就大功告成了哦 盆子啦 你看看 盆子啦 你看看 对耶 玫瑰花耶 通常呢我们看到这种罐子啊 都是在那种早餐店 或是那种在卖葱油饼的小吃饭 才会有这种没有 然后把油加进去比较方便 可是啊 刚刚那个姐姐在教我做 那个玫瑰手工香皂的时候 他有加这个耶 而且它是那个甜性人油 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姐姐拿错吧 姐夫 这个是不是姐姐她自己拿来 做点心的时候 不小心拿错的啊 不是 不然做香皂为什么要拿这个油 甜性人油来讲的话 它是对敏感性的膚质来讲 很好的一种油脂 特别是对这个刚出生的小baby来讲的话 它也是一个非常适用的一种油脂 蛤 是哦 所以我们香皂里面其实都要加油是不是 对对对 可是像我看到你后面还有什么橄榄油啊 米配芽油 这是煮菜用的吧 不是不是 这个是我们来做冷制法的罩来用的 现在外面所看到的手工皂来讲的话 就是用液体的油脂加气氧红红下去 做成的 它用比较特殊的 比如像母乳灶来讲 对对对 母乳灶 对对 没有啦 母乳是给小朋友喝的啦 有些妈妈奶水都不够拿 有可能来做香皂 不是不是 母乳里面来讲的话 它第一个含有非常的 很多的营养成分 它有常念的这个 这个不保氨基酸 所以来讲的话 它非常适合来做这个香皂 那姐夫商量一下嘛 你们这里看得到母乳灶吗 看得到啊 甚至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来做一次示范啦 来说一下怎么做母乳灶 诶 观众朋友 母乳灶耶 有听过 我连听都没听过 你说真的可以做看看吗 可以可以 来 去做一下 看一下母乳灶到底是怎么做的 因为手工制作的香皂会比较硬 所以为了增加滋润度 都会加入不同用途的油品 而且除了油品的多样性之外 制作手工香皂 最主要是分成四种制作方法 分别是冷制法 热制法 再生法以及融化再制法 而通常最多人使用的呢 就是冷制法 观众朋友相信你的眼睛 刚刚啊虽然是姐夫喔 是男的 所以要叫我做那个母乳灶 可是现在为什么换一个女的呢 为什么换你呢 姐姐 因为呢 这么专业的 当然要我这个专业的来做 真的 但是你为你也太专业了吧 像我现在签面这一些喔 都是等下做母乳灶的工具对不对 我需要这样的东西 可是我刚刚做香皂好像不需要这么多耶 对 因为刚才做的是一般的那个 灶机的 所以是适合DIY 那这个是比较专业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 水需要的油品都加到 这个锅子里面来 把它中和一下是不是 好 现在我们已经把那个 需要的油品全部加进来了嘛 姐姐 接下来咧 为什么还有一个炉子是不是 对 我们现在就要把那个 炉子喔 要把华丝打开 点火 对 点火就是要把我们刚才 所用的定油跟软油 要把它融合在一起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 是比较快状的油对不对 对 把它加热 那姐姐 这是做那个母乳灶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嘛 对 这是母乳灶必须的油品 可是我们有看到母乳耶 因为我们一般使用的母乳 它必须要 对 它必须要低温 所以我们一般都在做母乳灶之前 三十分才拿出来退 我才拿出来用 对 啊 姐姐我可能很冒昧 请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看起来不太像是产妇 所以这个母乳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母乳是因为我们也帮很多的 那个产妇他们生产完之后 那母乳过剩 那它就会请我们带制一些母乳灶 哦 给小朋友用 对 给小朋友还是给妈妈大燃 甚至有的咧 它就马克制化之后 它当成迷月的礼盒 哦 这么特别哦 送她来 对 市面上绝对买不到 而且是小朋友的妈妈的 对 哇 除了第一次听到母乳灶之外 因为我没有 自己没有生过小玛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母乳 所以我们就等下把它加进去 对 早期这母乳灶被准称为贵族中的贵族 因为除了母乳取得福意之外 母乳里面的乳脂肪 比一般的牛奶多了两到三倍 含有常列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在制作上相当的费功夫 而且这个母乳灶 对于刚出生的宝宝 以及皮肤敏感 干燥 异味性皮肤炎的人来说 使用上都非常好 经过低温燥化而成的肥皂 使用起来更加滋润 皮肤也就更容易吸收 观众朋友你们猜我手上拿这个是什么 我跟你讲 翻过来你就知道是我 而且是一个爱心 所以 姐姐 你是喜欢我很久了 这样子我会不好意思 暗恋你许久 我不只还有你的相片 我还有你们节目台湾大观影 真的耶 有够贴心的有没有 姐姐啊说真的啦 为什么我们会要做这个东西啊 这不是一般我们的相片而已吗 对啊 可是我们不是做香皂 对我们一般啊 就会接受客制化 比如说他们结婚的时候 他会把他的结婚皂 那做在香皂里面 然后就送给他的亲朋好友 好特别喔 而且又很实用对不对 对啊 他除了一个实用之外 他还有非常有纪念的价值 有的人他回去就舍不得惜 其实我发现这个不只说结婚啊 像小朋友满月有没有 还是说三五好友出去旅行的时候 也可以来做这个对不对 然后事先把相片准备好就可以了 对 这个要什么时候放啊 倒下去之后 那我们的相片啊 等它稍微降温之后 就可以放下去 因为它比较热啦 像我们有户备 所以怕它会溶掉对不对 放在中间 对 突然把自己放进那个热腾腾的地方 有点奇怪有没有 这样子 好那现在要换我放这一个 其实它还蛮简单的对不对 对 所以难怪姐姐刚刚有强调 小朋友也可以来做啦 你跟我说车子一名比赛吗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 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香皂 而且跟其Tandent最后的理念 让香皂呢 不单单只是可以使用的工具 还可以成为具有价值性的艺术品 真的是符合人家常常说的 送礼自用两箱仪啦 可是一般我们市面上不是看很多香皂吗 都是那种机器在做吗 可是姐姐 为什么你们要特别提供做这种 手工香皂跟客制化的部分咧 因为我们是客家人 我们是客家人喔 是的 我怎么会这一句 我都不会 所以因为当初就是孩子啊 家里的孩子 他的皮肤不是很好 那我记得当时那个阿婆就说 那他自己可以手工做一些香皂 然后加入我们乡下的一些元素 所以是老祖先的智慧咯 对 可是你说一些客家元素是什么东西 我们香皂不是看到就是这样子吗 顶多是加个不同口味的 还是不同香味的精油还是什么嘛 我们在客家元素里面会加入这个艾草粉 艾草粉喔 我们看看 他那个斑斑中药的味道 这是天然的对不对 为什么要加入这个东西 这不是我们平常就是 小孩害怕就太害怕死 比较民俗疗法的感觉 可是在阿婆的那个年代里面啊 他们会认为说这个 洗在孩子的身上 他们就比较不会这样子夜哭啊 然后一直吵闹啊 所以是取他本来那个药草的那种特性就对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会写什么客家元素吗 我们还会加入这个精油 就是香茅的精油 哦有 那个香茅是客家没有 早期时候 比较辛苦的时候 都会去山上扛那个香茅草 下来把它晒干 榨成精油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也可以加进去喔 可以 而且他这个味道 等一下我们做的时候会觉得 整间都很香 而且他可以去闻蟲 最主要的 所以啊 其实他们在做的时候 除了就是一方面推广之外 还可以希望说 把那个客家元素一起带给 那个更多的观众朋友就对 对 而且你看他们连这个 都是那个油桶花耶 所以你们真的在推广客家文化上面 真的是不遗余力 尽自己的一点心力 就是可以透过这样子 而且小朋友来做DIY的时候 可以顺便把这些指示告诉他们 然后让更多人了解说 我们客家文化的传统之美在哪里 单纯的只是想要发扬客家文化 以及提供更多人 舒适自然的清洁用品 所以开启了范家姐妹 以及姐夫的手工相告之路 这条路走起来虽然不易 但是文字我却看到他们脸上 那种坚持与用心的笑容 我想这个就是客家人 刻苦耐劳的精神 一份为社会贡献的心 在知道梅粒人生的梅之后 姐姐姐告诉我啊 这个粒呢 就是在桥腿相当有名的 農特产品粒芝 可是啊 如果只是普通的粒芝 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啊 可是他们说哦 在当地呢 有一种红通通 吃起来却是酸溜溜的粒芝 这个啊 这个喔 有点满软 它应该就是那个酸栗芝 我现在把它摘下来 喂 小姐 哇 你要把它摘下来 没有啦 阿伯 它这个喔 算了它现在很少的耶 它在摘前跟菜双跤 跟其他奶仙不一样 时间差不多啦 蒸都没有奶仙 都没有蒸 都很好蒸